日本書 是我利用了過去十幾年收集英國政府百多份檔案 用英國政府檔案的內容來陳述交代 自從1960年代以來 英國政府如何盤算處理香港問題 以及70年代末期以來 中國和英國政府是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較量 過去大家只能夠從新聞報道的片言隻語 是像核子摸象看到當年這件事 如何影響香港前途的問題 今次可以從英國政府官員 香港政府官員比較坦誠 沒有保留的情況下 他們的文字記錄 來陳述他們如何考慮處理香港問題 每一份檔案頁數都有二三百頁 閱讀的時候相關花時間 另外很多人名雖然我也有一定認識 都要花時間對照當時的新聞報道 來填補裡面的空白 第二個困難就是 暫時來說 我只能夠移動到英國政府關於香港的檔案 而中國政府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檔案 暫時還未公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最大的遺憾 希望今後有機會可以看得到 一些中國政府檔案 可以讓它全面展示那個圖像 講回這本書 《香港前途問題》 裡面提到中英兩國政府 在80年代初期 每次談完會談之後 都會出新聞稿 用到一些字眼 是有益有建設性 中英雙方點友好氣氛之中進行這個會談 但如果我是細看這個檔案裡面 看到中英兩個官員 曾經是否加有益有建設性 這些形容詞 很多爭拗的 英國政府希望加這些形容詞 能夠支持到港元的會價 讓它不要下跌 但是中方的代表團長 就因為覺得英方很不合作 於是拒絕 這個就是在這個檔案 才能看到的 大家關上大門之後 看到那個真實的想法 背後其實有時候 在一些關鍵時刻 中國政府是體重主權問題 多於如何去保持香港的經濟範圍 和穩定的 在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 也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實施的中期 這本書剛剛這個時候出版 是《因緣制會》 我就期望讀者 能夠從香港前途談判 香港的過渡期歷史的細節 思考一下香港和中央政府的關係 中央政府如何處理香港問題的原則考慮 看我的書 會對過去的歷史多力掌握呢 或者可以對香港和中央關係 香港今後發展前景 是可以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是可以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我會想到有更多的思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